原标题 原本是身份低贱的放牛娃 因为机缘巧合 被三十万大军推代为皇帝 并在位三年时间 虽然最终兵败投降 但却能得以善终 实在是无比幸运 这位无比传奇的人物 便是两汉之间的建设帝刘盆子 刘盆子属于汉朝远之皇族 祖父刘宪的汉远帝时被封为石头 其父刘盟席决多年 最终被王莽所杀 还是幼儿的刘盆子 与两位兄长刘宫 刘盟由此成为孤儿 境遇一落千丈 作为罪人后代 骆驼贵族 刘盆子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简直比登天还难 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么诡异 就在刘盆子的前途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 命运却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王莽的脱骨感治引发大动乱 导致他身死过灭族 如王莽称帝后脱骨感治 用早已不合时宜的周历来改造社会 不仅未能缓和社会矛盾 反而造成天下更剧烈的动荡 加之灾害四起 外族入侵 使得百姓无以为生 怨生四起 在这种情况下 陆林军 赤梅军纷纷起兵反抗 并形成两股最主要的繁蟒势力 23年 陆林军攻陷长安 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新朝富王 王莽被杀后 先前被陆林军用力的 更使地刘玄成为天下之主 为了笼络赤梅军为其所用 便下召加封大首领梵红等人为侯爵 然而并未赐予十亿 梵红极其不将对刘玄的安排很不满 于是 不久便再次举兵 并且兵奔两路猛攻更使政权 由此使得中原一带再遭浩劫 刘盆子在赤梅军中是个放牛娃 当初赤梅军在经过实现时 把居住在此地的刘盆子兄弟劫持到军中 等到梵红向刘玄表示臣服时 因为刘公通晓经术 便让他在长安侍奉皇帝 至于不学无术的 刘帽 刘盆子 则便被分配到 右校足利刘侠青帐下 全都做了割草被牛的牛官 常被军中将士细称为牛力 等到赤梅军跟耕使政权决裂后 有人劝说梵红用历汉朝宗室为帝 以此来增强正义性 梵红觉得很有道理 便在一番紧张的操作后 最终选中年仅15岁的刘盆子为帝 然而在大家向刘盆子下拜称臣时 牛官刘盆子竟然满脸通红 汗水连连 差点就要呱呱大哭 就这样 刘盆子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称帝 实在更是三年二十五年 刘盆子称帝后改元见识 所以是书称他为见识帝 刘盆子虽然称帝 但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出 是没过世 略盆子及二胸拱 茂 皆在军中 龚绍席尚书 略通大义 及随崇等将耕使 及封家侍侯 以明经术延氏 拜使中 从更使在长安 盆子与茂刘君中 属幼孝徒使刘侠卿 主厨慕牛 浩约牛笔 朱将乃皆称臣 拜 盆子十年十五 被发吐血 避遗者汉 见仲拜 恐为玉体 见汉书卷十一 樊崇在拥戴刘盆子为地后 率三十多万大军猛攻关中 此时更使政权正陷入诸江火兵 混战不已的状态中 所以面对赤梅君的进攻 几乎没做像样的抵抗 便溃散奔逃 刘璇见大势已去 便投降了赤梅君 不久后便遇害身亡 实在更使三年二十五年十月 更使地刘璇赤梅君 近战长安后肆意劫掠 胡作非为 没多久 便把负数繁华的 关中折腾的乌烟瘴气 在刘盆子的苦苦哀求下 樊崇等人一度收敛 但很快便固态萌发 在这种情况下 关中一带的百姓纷纷逃离 而陷入严重缺粮之苦的赤梅君 因为无法在关中立足 便决定回返关东 继续在河南 山东一带做劫掠的五本生意 然而 此时光武帝刘秀已经称帝建国 并溺图当凭这群实力强大 为患极深的乌合之众 于是 在建武三年 二十几年正月 刘秀新率大军蔡一样 邀结赤梅君 几乎没肺吹灰之力 便迫使对方投降 刘盆子 凡崇等人投降后 被赦免死罪 并获得良田美宅 千居洛阳居住 但不久 凡崇便图谋再返 结果被光武帝诛杀 光武帝不仅赦免刘盆子 还奉养他终身光武帝之道 刘盆子不过是个傀儡 同时又可怜他的遭遇 便任命他为赵王刘良的郎中 后来刘盆子因病双目失明 无法继续任职 光武帝便下令用盈阳的官田租税来奉养他 直到刘盆子去世 第一连盆子赏赐甚后 以为赵王郎中 后并失明 赐盈阳君输官帝 以为烈四 使时其税终身 尹文童上 刘盆子作为失败投降的皇帝 最终却能得以善终 也算是很幸运了 史料来源 后汉书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